再來我們畫這個題目 正常來講我們都要先畫剪圖 老師因為解題我就不畫剪圖了 直接我先來畫 這個題目 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裡要畫上去 對過來 所以它是 這些線是對到這邊來 所以這裡要這樣子看出這條線 好來 一樣這裡幾個 1 2 3 4 5 6 6格 我先從上市圖畫好了 這裡寬3格 6格 寬3格 這個是斜面有限 所以這個可能在畫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好這裡有兩格對不對 所以同學像這一題 就有一個地方 同學一定要特別注意哪一個地方 你注意看喔 你這裡算 1 2 3 4 5 5格 這裡怎麼1 2 3 3格 更誇張1 2 3 4 5 5格 這邊是3格 哇糟糕這是錯視圖形嗎 不是喔 同學千萬不要養成習慣都喜歡屬外面的格子 所以要去分析它裡面的結構 所以你可以看這高到底是幾格 高其實是5格嘛 為什麼 對這裡 1 2 3 4 5 也可以 對這邊 因為這裡是底嘛 這裡是高嘛 我就可以 最高的地方我就可以算出5格 所以這個我要先畫正式圖 才有辦法對出1 2 3 4 5 5格 好 好 再來喔 好 你注意看 這裡是從這裡延伸上去 這裡我們要知道 它從第二 這邊1格到中間 好 所以這裡 它是從這裡1格 對過來這邊 好 所以它是在到這裡喔 所以這條線是在這裡 所以這一條線呢 是在這裡 這樣子我們才有辦法畫出 這條線 所以這裡基本上是平行的 所以你可以看 這邊接到這邊 所以它隔一隔嘛 所以這裡一樣 好 好 這裡是平的 好 可是這裡看得到 這兩 好 所以這裡 OK 這一體看似簡單 其實有一些地方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這裡是1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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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好了之後 好了之後 這裡是穿透過去的嘛 好 所以這裡有虛線 好 這裡有虛線 好 這邊高是1格嘛 所以這邊也有虛線 好 再來喔 這上市圖 上市圖就要有一些地方要特別注意一下 好 它就要從這邊 對上去 好 這些 這裡 這裡要對上去 好 這邊要對上去 好 這邊要對上去 好 這邊要對上去 好 所以這裡 這裡看得到 可是它到後面去喔 所以這裡 要虛線喔 這邊一樣 要虛線 好 再來 這裡也有 好 這一個 這一個地方 好 所以這裡要虛線 這裡完全被遮住 所以這邊一樣 好 這裡也要虛線 好 所以這裡 是10線 好 所以這一題 基本上就是 上面這裡 要特別注意一下 好 檢查一下 好 所以這個就是答案了